欢迎收看1月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消防局特种搜救大队 为了进一步的提升搜救技能与应变能力 去年11月进行移地模拟测验 参与全面严谨的搜救评估 4号上午在县府大礼堂 办理国家搜救能力终极认证受其一事 县长徐政委与立委傅昆奇先后出席 期盼队员们都能顺利通过测验 为花莲提升搜救水平和量能 花莲地震频繁加上国外土耳其及日本大地震 都造成大量伤亡 强化救灾量能才能应对各种灾害 保持最佳状态 花莲消防局特种搜救大队 将于1月6日至8日 副消防署训练中心参加中级搜救队能力认证 4日在幸福大礼堂举办授旗典礼 县长徐政委立委傅昆奇先后出席勉励 祝福消防局特种搜救大队在这次认证顺利通过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非常积极认证地在努力练习 然后我们也到南投进行了两次模拟的测试 那在测试的过程中同仁都很有信心 那今年一定可以通过我们的认证 那如果有通过的话 那我们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九支 第九个县市通过认证的一个队伍 那后续我们要执行相关的任务 我们都可以就是都可以去执行 第一个无论是受训都更加的完善 第二个我们的这个原额编制 我们编制能够起聚以后 大家上班上也不会心理上的压力 下班的时候压力还很大 所以在这里之后也要谢谢大家 我们这次参加中期认证总共有55位 然后其中警消是40位 然后有10位是益消 然后还有两位医生 然后一位护理师 然后还有两位图木技师 对然后这个中期认证它主要是针对城市救灾来进行认证 就是城市救灾就是地震倒塌的部分 这次能力认证测验是模拟南投发生地震灾害 急缺花联县特艘队协助支援救灾 共有55人 包含警交40人 益消10人 医护3人 土木技师2人参与认证 花联县消防局表示 消防署终极收据队能力认证测验 是收据界的权威标准 通过认证就可以排入国际人道支援轮值编组 与消防署与其他县市 共组台湾收据队前往国外救灾 与国际接轨及提升收据技能与应变能力 展现台湾外交软实力 记者长包业华林师报导